1月14日下午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推出涉及100亿港元经常开支的十项民生政策新措施,预计将有超过百万的基层市民和弱势社群受贿。 当天,港府推出的新措施以着力基层为民解困为主题。 林郑月娥表示,新措施在过去三份施政报告的基础上加大力度突破传统思维,着力回应社会上照顾基层和弱势社群的诉求。 这一届的政府其实一直都有支援弱势社群,在两年之间,就是由我们上任的2017年中,当时的财政年度,社会福利经常开支是653亿元,去到本财政年度,就是2019、2020年,已经是上升到843亿元,增幅是高达29%,也都是各个政策之冠。 此次新出台的措施共有10项,包括改革长者生活津贴计划,扩大二元乘车优惠计划,为低收入人士代工强基金,逐步将法定假期有12天增至17天,改善政府外判服务员工待遇, 为非公屋、非纵元的低收入住户提供现金津贴,研究推行摊房租务管制,进一步增加过渡性房屋,为失业人士提供有10项现金津贴,为就业部族人士提供有10项现金津贴等。 对于市民普遍关心的房屋供应问题,林郑月娥强调,现实政府已找到足够的土地,未来三年将增加1.5万个过渡性房屋单位,让更多居住环境恶劣的人士及时改善住房情况。 林郑月娥称,去年社会动荡,令政府及他本人未能在民生政策上做深思熟虑,希望新措施能着力基层,输解民困。 此次推出的白亿计划或将使政府的经常开支增加2%,但香港公共财政稳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,希望民众对特区政府有信心。 我们的公共财政是稳健,我们多年来,自从2003年,政府都未出现过财政的赤字,我们积累了过万亿的财政的储备。 我们一定要对香港有信心,尽管过去七个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,今天我们都未走出这个困局, 但是我认为香港的优势仍然在这里,只要我们早日能够压止这些暴力,走出这个困局, 香港未来的经济是完全是有机会可以凭借我们的优势恢复起上来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